关键新闻开始 我们来跟进水灾灾情的数据 昨天的灾民人数一度飙破了15万人 随着部分地区的天气放晴 有大约5万人离开了疏散中心 根据福利局天灾资讯网 截至今晚的7点半岛8个州属 灾民人数下跌到大约10万人 一共有10万5491人 投靠441个临时疏散中心 他们来自3万多户家庭 吉兰丹的灾民人数将近6万6千 灯家楼28000多 吉打7000多 彭衡1700多 柔佛950 霹雳500多 马六甲161 玻璃市69人 另一方面 全国有73条河流水位通报警戒水平 其中有15条达到了危险水平 小坡 最新干说法 有多高兴 入调 机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